前段时间我们解释了暴力截区第一部 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喜欢 今天我们继续解释暴力截区第二部 暴力截区终极 在第一部的剧情中 中子炸弹阴谋败露后 不仅市长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而且13区被拆掉建成普通社区的决定 也尘埃落定了 就在一切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老市长下台了 政府换届了 这就意味着之前说过的话都不做数了 所以小宝和光头哥的努力基本上没啥用 三年过去了 13区还是那个13区 该打砸抢的依旧是打砸抢 唯一不同的是 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各个灵异的老大纷纷崛起 小宝一看政府说话不算话 13区的墙里不炸 不如自己来 于是他拿着炸弹就跑到13区的墙外 一贴一个定时炸弹 炸弹就像人放炮炸 就在他玩豆如火如荼的时候 警察来了 可对于小宝来说 13区就是他的主场 在这里飞檐走壁 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简单 警车在那前面纵身一跃边躲过了 警察在后面追 连续拐弯加大跳 不仅如此 从小宝执行上次任务之后 13区大佬都成了他的朋友 小孩子也将他视为偶像 所以小宝就将警察 得引到老黑的地盘 老黑另手下一阵秃秃 警察只好回溜溜地逃走 事后小宝告诉老黑 自己要改变13区当下的欠状 可老黑听后表示自己并不在乎 甚至还有一点反感 毕竟老黑在13区有自己的地盘 有自己的部队 还有稳定的收入 这里的生活过得无比安逸 而且他自己说了算 此时一辆运毒的卡车来到了13区 老黑一看是熟人 二话没说就将他们放走了 13区毒品的生意都靠着肥皂把持着 可此时肥皂已经危在旦夕 因为贪恋美色的缘故 被穿着女装的光头哥成功骗到 解决了肥皂之后 光头哥戴着假发来到了肥皂的酒吧里 这些大客户都在等待着肥皂 光头哥将他们一个个骗到了肥皂面前 用麻醉针将其一一击晕晕 将这一切做完之后 光头哥立刻通知总部可以收网了 警客之间 埋伏好的防暴警察倾巢而出 可是酒吧也不是普通的酒吧 到处是陷阱 防暴警察们在酒吧里绰绰小心举步为奸 光头哥将房间里的下水道口扎开之后 将肥皂和大客户们都丢了进去 让早就准备好的警察将他们一举捉拿归案 可是当他拿一副价值2亿欧元的梵高针迹时 话却卡在井口进不去 此时肥皂的手下们也终于冲了进来 无奈之下 光头哥只好以这幅画作为威胁 一边周旋一边肉搏 凭借着光头哥过硬的伸手 眼前的几人根本不是对手 三拳两脚挤着众人之后 便肥身上楼 顺势将守在楼上的守卫 刷了个狗吃屎 然后将身后赶来的守卫一脚踢空 直接落下楼 众人一看拳脚攻破不是对手 连忙拿枪步步紧逼 光头哥一看局势危急 连忙将画踢进房间 自己也顺势溜走 却不料来到这个房间 俏合是毒品制作间 制作毒品的队长一看外人进入 连忙将定时炸弹打开 然后周围的制度人员 统统涌了上来 可是外面的守卫都打不过光头哥 制度人员可想而知 正当一个制度人员拿着注射器 将光头哥逼到桌子上时 防暴警察从总部运来的防暴钢盔 从高处丢下 正好救了光头哥一命 随后光头哥用钢盔将炸弹罩住 砰的一声 光头哥被反冲一阵气 房子里的其他物品黯然无恙 这时候防暴警察也成功地进入了房子 只不过房间里的人都被光头哥打趴了 这场行动总格是就此落下了帷幕 镜头一转 来到一栋明亮的大厦里 市长拿出一箱子钱送给小胡子 让他在13区引起暴乱 以便政府有借口着手接管13区 当天晚上小胡子便想好了计划 首先派狙击手将摄像头一枪击碎 然后自己将执行公务的两名警察杀死 紧接着将警车捞到了卡车之上 他们以为自己任务执行的十分顺利 却不知道这一切行为都被一群青年看见 并且露了下来 小胡子派人将警车拉到13区放下 13区的守卫一看都懵了 警察为什么会来这里 只能他们感到疑惑之 小胡子在不远处开了一枪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让守卫们十分紧张 他们连忙拿着枪找警车里射去 而这一幕恰何是小胡子想要的 有了这个片段 他们的栽赃嫁祸就有了理由 这天早上光头哥刚醒过来 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想到预感果真灵验 一伙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房间 以私藏毒品的罪名逮捕了光头哥 虽然这是栽赃嫁祸 但光头哥也只能哑巴吃黄脸 有苦度里咽 另外一边 总统知道了昨天晚上 13区守卫射杀警察的事情 他立刻派小胡子去彻查此事 在自己新上任期间来上这么一档子事 哥谁谁都受不了 总统特地交代不要将视频泄露出去 不然会影响他的声誉 可小胡子想都没有想 就将视频公之于众了 因为他想的不是重建13区 而是荡平13区 这番操作果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民众和警察一时之间弄不可遏 找到其中一位守卫之后 便立即开枪将他撤杀 虽然达到了理想效果 可小胡子并不高兴 因为他们在昨天的监控里发现了端倪 一国小青年将他们的栽赃过程 全部露了下来 如果小青年将此泄露 他们就处于被动地位了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抓捕小青年 其中一位小青年发现他正在被跟踪 便将内存卡交给了小宝 随后警察团团围了上来 将小青年成功抓捕 小宝看到这一切 也明白了是其中的圈套 被逮捕的光头哥十分不满 于是趁着去监狱的路上 直接两腿将警察踢倒 然后掏出口袋里的电话 给小宝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被捕了 需要他来帮帮自己 这通电话引起了胡子哥等人的注意 与谁等小宝过来救援 不如主动将他抓捕归案 警察赶来之后 将门前的守卫一一击毙 便朝着小宝飞奔过去 小宝此时在房间里看到了 当晚小胡子枪杀警察的视频 很快就断地 这是一场宅赃事件 警察火急火燎的赶了上来 小宝看到警察追了上来 连忙从一栋楼挡到了另一栋楼 在楼层之间跑酷 他得心运手 其他警察在他面前也只能被当猴杀 小宝不但适应各种地形 还擅长制造各种陷阱 一同追逐下来 警察不但没有追到他 队伍里还受伤不少 老黑知道自己手下被警察干掉 直接一通火箭炮 将B13区的警察总部给炸飞了 而小宝逃出来之后 直接来到了市里的警察总部 他直接告诉警长 你能给我开一间房吗 警长一听直接懵逼 你当我这也是旅馆啊 说要一间房就要一间房 小宝没有多说 直接将警长打倒在地 这一步操作虽然有些惊人 但也成功地在警察局开到了房 小宝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救牢里的光头哥 小宝朝鲜一滑 然后借力后登 就躲到了警察的身后 解开了手铐 这一顿行鱼流水的操作 让两名警察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小宝救出光头哥之后 就和光头哥组成了黄金搭档 三拳两甲就将警卫打翻在地 紧接着 两人通过电梯逃了出去 在13区内 此时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暴乱 民众与执法人员的斗争日益加剧 正当总统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小胡子借此献了一起 12个小时之内疏散13区 让平民们有时间撤离 然后用炸弹将这里移为平地 小宝和光头哥恰好听到了整个计划 他们准备阻止这些政客们的阴谋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证据 光头哥主动留下来吸引警察 让小宝去胡子哥房间里投证据 小宝假借修电脑的名义 直接拿走了电脑中端里的储存盘 光头哥这边正打得如火如蜂 看见小宝得手 也就没有再继续恋战了 有人坐上抢来的车 面对警察们的围追堵截 一脚油门冲上了二楼 然后连连紧紧挑移 直接从小胡子办公室里破门而入 成功逃跑 女老大 女老大满身纹身 看起来十分凶狠 为了说服女老大 他们直接用储存盘 向他展示了政府的计划 女老大看完之后 也立即引起了警觉 此后召集枪械老大 老黑 汽车老大 钻孔老大等等大佬 前来这三驱商讨计划 大家一谈论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直接干倒政府 紧接着光头哥向大家讲述了 此次的计划 就是冲到政府里 抢走导弹发射器 众人一听来了兴趣 直接登上政府楼层顶部 然后用划锁飞身 下来偷袭 此时此刻 小宝也带着一大批的打手 闯了进来 小宝和光头哥手当其冲 将面前的守卫 打得一愣一愣 女老大一看众人打得 热火朝天 自己也来了紧 直接解开辫子一挑四 扇热光 甩尾 踢当 飞腿丝毫不在花甲 一套连招下来 守卫们都爬倒在地 钻孔老大这边火力全开 直接用机关枪 破坏了电力系统 光头哥等人 正准备冲进指挥中心 就被小胡子得力干将 挡住了去路 光头哥也没二话 直接一脚 将他踢了个鸡飞蛋打 这边 总统正准备启动导弹 看到众人冲了进来 就马上将钥匙拔了 这伙人中 总统唯一见过的 就是光头哥 光头哥直接要小宝 播放了小胡子 枪杀警察那段视频 小胡子一看 自己的阴谋暴露无疑 立刻持枪绑架了总统 总统心命有忧 只好照着话去做 小宝看着眼前形势有变 便借着拿烟草之名 分散注意力 光头哥一眼就看出了 小宝的闲思 然后起身飞身一脚 将小胡子踢倒 夺过枪之后 一群老大就你一拳 我一脚地打了起来 紧接着将小胡子 用地毯卷起 作为礼物送给了总统 总统一看形势明朗 就将自己心中所想 一并告诉了众人 我会在48小时之内 将法律修改 将你们的社区重建 而此时小宝据说 不如趁此机会 将社区重建 建立一个真正的 适合生活的地方 再以询问众老大 都没有意见 最后总统向13区 发射了五枚炸弹 13区从此不复存在 一个崭新的社区即将来临 暴力街区终极 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作为暴力街区系列的第二部 继承了原版人马 这部电影剧情 虽然有些瑕疵 但是跑酷动作 还是比较过瘾的 两大男主的综合实力 不容小觑 我看的时候直呼太少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不如去看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见 拜拜